七阳城的麻烦 已经过去了 是卑职多谢了 黄队长 太军 八路尚在城中 王军多多努力啊 卑职一定尽力 请太军放心 打开城门 不要影响百姓的正常秩序 打开 太军 那八路会不会趁机 承行 是 调队长 太军请吩咐 兴肃的是什么时间进的七阳城 好像是 对 二十五号 二十五号 就是我司令部被炸的头一天晚上 太军是怀疑 调队长 好 我要你从现在开始 派人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地监视着 进出克莱乡的每一个人 你听清楚 我说的是 每一个人 明白 可是 黄队长也经常去啊 包括他 是 是 这是我给你的秘密指令 属下一定不辜负黄举的后爱 好 这儿 哪儿呢 这儿 就这儿了 真厉害 哥 从这儿一直往下走呢 就出城了 薇子 太好了 这回 哥进七阳城 多亏有你帮助了 对了 哥走了以后 有什么困难 你就去找洪老板 千万不能再惹事了 明白了没有 哥 哥 你说什么呢 我要跟着你们一起出城啊 妹子 哥是八路军 八路有组织进入 那不能说带谁去就带谁去 你骗我 你就知道骗我 万一你走了之后不回来怎么办呀 我 再说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小野都知道我是八路军了 八路军带八路军出去 还要打报告啊 小何 听话 这是有组织纪律的 钱大姐 你快跟我说说 说说啊 还有你们两个 平时我们不是兄弟吗 说说 说说 好 你们都不带我走是不是 好 那我把洞堵上 你们今天谁都不想走 堵上 带不让我走 你们要不带我走 我就死 全都堵上 你小心点 走什么鬼子以来 小黎奶奶 小黎奶奶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声一点 不许闹了 你是不是真想去 那姐姐给你出个主意 我们呢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举手表决 但是有一点 无论结果怎么样 你都要服从 那好吧 我同意 那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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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你赶快 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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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那个样嬉皮笑脸的 你 你 带路 走 小心点儿 刘略长 鸿沐南同志 你怎么来了 来 送送你们 来 把这个带上 来 把这个带上 这是什么 这是我 多年记载下来的 交给组织吧 这么多 这么多 红老板 你放心 我保证该到 好 快回去吧 别让鬼子他们看到 我没事 红姐保重 好 那我先走了 连长 土豆马上熟了 饿了 连长 有情况 什么情况 走 起来 怎么回事 走了 好像那边有情况 走 去看看 快点 连长 我过去看看 连长 我过去看看 走 给我 看 不要杀我 别过来 小儿板 怎么回事 连长 怎么办 带回去 老刘 你可想清楚了 这个孩子现在身份不明 带回去 会不会有问题 你啥意思 把他放这儿 能有啥问题 有问题我顶着 带回去 是 真是震惊了 敌人居然在我们内部 安插了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奸细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我现在正准备 在我们的核心领导层 进行一次排查 至于人手忙 没有比你们更合适的了 正好利用这次 哑伤的机会 进行调查 嗯 不是我心狠啊 是因为现在还不是 休息放松的时刻 等救出了奸细 我给你们请功放大将 同志 这我没问题 可是现在我不敢肯定 这内奸和日本人 他们之间还有没有 其他的情报来源 如果有的话 那咱们的驻地就很危险 嗯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抓住奸细 放心 外围的警戒力量 我都暗中加强了 等敌人有什么动静 我们就转移 虽然这有些仓促 也会带来一些损失 但是每个好的理由 我们贸然转移驻地 这会影响士气 人心不稳 内奸呢 也会有所察觉 一旦打草惊蛇 让人内奸潜伏得更深 我们就会失去 战略上的主动性 明白 好 我听说 你从齐阳城 带回来个小偷 还认了妹子 团长 我那个妹子 绝对可靠 她不但救了我的命 而且 我这次的任务 她也帮了不少忙 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内奸的事 她知道吗 这个你放心 我会盯着她 让她不要性命 村长 村长 怎么了 群众们听说 老刘带回个小日本 都急了 非要杀了小日本 报仇不可 您快去看看吧 别着急 等我们连长回来再说 不行 一定要把小日本 招出来 要不然 别着急 小妹妹 你别害怕 有我在 他们才不敢欺负你呢 我就不相信了 八路军 还不讲道理了 所以你在这等着我 我出去和他们拼了 好不好 乖乖的啊 来 乖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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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仇的时候 报啦 乖乖乖乖啊 乖乖 却过来 不要过来 乖乖乖 乖乖 小姐们 乖乖乖 冷静一点啊 乖乖乖 小姐们 小姐们 听我说啊 小姐們 好 看我住手 哥 哥 啊 别怕 老根叔 吹花嫂子 乡亲们 这个女孩 这是我从山外边带回来的妹子 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 带着她去各位家里这人门 还有这个日本女孩 那也是我老刘带回来的 你们有啥事 就跟我老刘说 别难为她们 俺们找的不是你妹子 俺要的是小日本 我们就是要的小日本 老根叔 我知道 你找那个日本女孩 是为了给我省着报仇 是吧 不错 大伙也都是一样 是不是 是 乡亲们 你们都想报仇是吧 是 乡亲们 你们知道吗 刘洪志同志 有个妹子 才十一岁 才十一岁 前年 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 来不及跑 被日本鬼子 挑破了肚子 扔进了湖里边 要说报仇 谁不想啊 他 他不想吗 我的妹子 我那妹子可好了 只要我一回家 就跑前跑后的 跟着我 问我 哥 你饿不 我跟你做饭去 哥 你累不 我跟你吹吹肩膀 可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让狗日的小日本 给扔到大火里面 给活活地烧死了 连个骨灰都没有给我留下来 谁不想报仇啊 我比谁都想 刘洪哥 那就把那小日本拖出来 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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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出来干什么 拖出来 野花拨肚子 等你活里边吧 去 把他带出来 是 别怕 别怕 别害怕 你看 出来了 来 别怕 别怕 啊 小姐们 谁下得了手就来吧 只要你们谁下得了手 就来吧 只要你们谁下得了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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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所以 但是 我 会 我不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那我们把他给杀了 那我们跟小日本还有什么两样 跟牲口还有什么两样 我们还凭什么恨日本人 说得对着呢 这么点个小女娃 谁下得了狠手 除非小日本 是啊 小兄们 要有想报仇的 就去参加八路军 跟着八路圣战场 真刀真枪地跟小日本干 怎么样 你们能杀多少杀多少 杀得越多越好 但是 拿小孩子撒气 咱们中国人干不出来啊 对 干不出来 团长说得好啊 好 说得好 好 郑团长 我跟柱子想参加你们八路军 你要不 要 为什么不要 想参加八路 去团部报道 走 好 我也去报名 我也去报名 想当八路的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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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原来你还有个妹子 对 哎呀哥 他们刚才差点把我吓死了 哼 你也知道害怕 你刚才不是还说场面小吗 那是因为你不在 那是因为你不在 我得给你撑住点气势来 不不不不不 你看你的眼儿 行了 收起来 先回去吧 走 走 小河 小河 这边 团长啊 我 行了 我说老刘 不是我批评你啊 你就不该对前华同志那个态度 前华同志考虑问题 还是十分周全的 你们就应该听她的话 把那个日本小姑娘留在外边 拍张牌场在那守着 这样呢也是对她的安全负责 另外呢 你也不能擅自的把那个叫何春兰的姑娘 带到这儿来 唐长 你批评我第一条 我接受 第二条 我保留意见 把她带回来那是经过我们举手表决的 江华同志也是同意的 我们党的纪律是民主集中制 现在是特殊时期 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性 团长 我那妹子她也是苦出身 她姐姐还被小鬼子给害死了 她没有亲人了 没地儿可去了 你说她不跟着我她能上哪儿去啊 好了好了好了 这我也没说 不能把她留在咱们根据地儿 谢谢团长 来 小妹妹 别害怕了 快喝点水啊 你刚才看见我有多威风了吧 她们都可害怕我了 我告诉你啊 要刚才不是我的话 你早就被她们剁成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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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了 知道吗 我厉害吧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说你整天背着这个小书包里面有什么宝贝啊 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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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看看嘛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不要再抢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哎哎 哎呦 哎呦喂 我说你这个小日本 你脾气还挺大的啊 还同归于尽呢 嗯 好了好了 姐姐就跟你开一玩笑 不看就不看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好了啊 兄弟们 我老刘来看你们来了 你们放心 总有那么一天 咱要把小鬼子 从咱的家里边给赶出去 我老刘向你们保证 小鹤同志啊 嗯 我们根据地没什么好吃的 你是老刘的妹妹 就是自己人了 嗯 一定要吃饱啊 哈哈哈哈 妹子 好吃吗 好吃 小姑娘 你 嗯 你叫什么 我 叫 雅美 嗯 你会说中国话 会一点点 哎 你怎么骗人呐 你哪是会一点点 哎 上次还跟我说同归于尽呢 嗯 小姑娘 你的爸爸 是干什么的 啊 来小姑娘 来多吃点啊 多吃点 来 再吃一个 吃 嗯 吃吧 看日本人着急上火的样子 是不是 出什么事儿了 能出啥事儿啊 我没收到什么消息啊 哼 管他呢 咱不出事儿就行 嗯 小野这个杀性肚子 又不得消停啊 哎 正因为你的愚蠢 才导致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英领 遭到亵渎 你要为此负完全责任 据我所掌握的情报 现在就有一股八路分子 在启阳城内四处破坏 你对此又如何解释 我很怀疑小野军在启阳城的领导能力 我希望军部能够谨慎考虑 是否把小野军调走 或者是撤换 对 我也赞同把小野军撤换 对 此位应能者居之 还掉他 太军 松本和黄队长他们来迎接你了 去问问他们 如果没有急事 就不要来烦我了 嗨 太军刚从济南回来 旅途劳累 心情也不是太好 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不要烦他了 不行 这件事非从小口 我必须单独和小野哥下汇报 有那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 太军 宋本求见 司令官阁下 怎么了 阁下 杨长岭秘密军需库的负责人 戒川俊 在回启阳城的路上 早已撤祸 撤毁人吗 什么 戒川俊死 死了 我已经派人将戒川俊的尸体 和汽车三还运回来了 可是 军需库的人说 戒川俊来的时候 还带着他的女儿戒川雅美小姐 我们在现场 并没有发现雅美小姐的聪明 有可能被八路绑架了 你说什么 八路绑架了雅美小姐 有可能 绑架一个小孩子干什么 戒川俊来的时候 带着从阳昌岭军需库 到齐阳城的秘密运输路线图 上面清楚地表示着 我们军需库的具体位置 什么 您是说八路已经掌握了 不对啊 戒川军来齐阳的时间路线 这都是局密的 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307 阁下会议307 307 我一定要找到你 还是闲些的味道提神哪 撤 是 一号 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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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伐 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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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军 你这是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就不高兴了呢 王嫂 你说我是不是太绝情了 泰军 卑职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啊 你知道西洋城里藏着 八路的高级间谍307吗 307 泰军 这个背质还真不知道啊 我在想 很可能是这个307 向八路根据地 密报了杰川先生来齐雅的消息 八路在半岛上行动 只是杰川先生为国捐躯 雅美小姐惨遭绑架 泰军 这个 还真有可能啊 不管情况是否属实 我都要防患于未然 如果雅美小姐 当真落入八路之手 那我只能让她 彻底把嘴闭上了 泰军 雅美小姐要真实 落入了八路手中 那 咱们怎么让她闭嘴啊 死人是不会开口讲话的 八路那边有我们的人 我这就发布命令 让她今晚动手 不必赶在八路动手之前 干掉杰川雅美 你 我都要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哪有 家 蠑云 你的 你 怎么 你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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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会掐着点 可就等你了 那咱们开始吧 好 人都到齐了 老王 咱们开始吧 等等 我先说件事 就是关于你的 我 就是 听说你这次上山外执行任务回来 带了个干妹妹 还带了个日本小女孩 有没有这么回事 老王 这事不大 回头再说嘛 咱们先开会 先开会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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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看着笑 但是处理不好 会严重影响我们根基地 和老百姓的感情 不能掉以轻息 昨天就有人到屈里闹 还有人到我这来告 今天正好说道说道 咱们屈尾 我想应该表明 我们屈尾的态度和立场 好 王书记 这事呢 确实有 回头我会向屈尾解释 不用解释 有这回事就好 咱们跟日本人是敌人 是敌对关系 尤其是根居地的老百姓 这小鬼子那是切实痛恨 昨天我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过 已经派专门人来 把他接走 送到大后方 妥善安排 好 我服从组织安排 还有你认的那个妹妹 一个小偷 怎么着 你不服气是不是 刘洪志同志 咱们是八路郡 不是什么江湖帮派 融入的那些残渣余孽 你还认贼当干妹子 贼是什么 贼是游手好前不劳而获 说句难听的话 贼是什么 贼是仓库里的浩赞 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王书记 你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着 你不服气是不是 我就是不服气 你什么态度的事 坐下 坐下 大王 坐下 行了 我说两句 那姑娘我见过 就过老刘的命 本真的是不坏的 你不要一棍子打死 就是吧 年轻人嘛 走点弯路也不怕 把思想改造过来 也能成为咱们的同志吗 再说了 人家都来了 你把人赶走不合适啊 你真的把人赶走了 泄露了咱们的机密 怎么办呢 好好好 老郑啊 人可以留下 但是必须接受 群众的思想改造 你少给我屌儿浪 过来 我告过你 我可盯着你呢 这一张啊 一定得好好地 不用送了 那就这么着吧 我先走了 怎么 你怀疑他 说不好 不过回来的路上 我嘱咐过小马他们 让他们到了根据地以后 不要向任何人说起小和的过去 就怕别人知道小和是小偷 会有别的想法 不过我们才回来两天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干扰你 你怀疑谁都可以 但是有一点得有证据 还有啊 这可不是齐阳城 不能蛮干 这是根据地 除了个别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同志 你万一考虑不周 那会严重影响到 同志和同志之间 同志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信任 千万不可大意啊 是 这么快就给转移了 该死 昨天晚上怎么忘了检查一下 啊 啊 好 秦华 秦华 你在哪儿啊 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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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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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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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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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站住 快 快快 救命啊 快 在那边 站住 快 此人哪 对咱们的地形非常的熟悉 事前 也没有惊动外围警卫力量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内奸 已经和小野取得了联系 这意味着内奸 已经把咱们根据地的核心情报 传递了出去 这意味着我们在敌人面前 已毫无秘密可言 这意味着小野 随时可以对咱们根据地 采取突然一击 团长 那我们 要不要转移 不能转移 现在内奸还没有找到 无论我们转移到什么地方 内奸都会告诉小野的 嗯 说得对 转移需要时间 动静也大 我担心呢 这会刺激敌人 苟急跳墙地扑过来 从这次小野出手的情况来看 他没有对我们 采取大的围剿 这就说明 内奸传递出的情报 并不完全 以至于不支持小野 对我们采取大的行动 看来啊 你们遇到的那个 车祸死的日本人 身份不一般呢 这个女孩子身上 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以至于让小野 那么害怕 我们从这个女孩子身上 得到什么对她不利的东西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那你从哪儿来的呢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你看看 这个大姐姐为了救你 胳膊都受伤了 可是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难道你还想让这个姐姐 继续为了你受更多的伤吗 他们 为什么 要来杀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你心里应该知道啊 那他们 还会来吗 会的 只要你还活着 他们不会善罚甘休的 你知道吗 小妹妹 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被你们国家的人杀死的 但是 这跟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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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哥哥 他以前也有一个妹妹 和你一样大 他的妹妹 也是被你们国家的人杀死的 丢在大火里活活烧死 还有这个救你的大姐姐 他的亲姐姐 也是被你们国家的人害死的 但是我们觉得呢 那是大人之间的仇恨 战争和小孩子没有关系 我们不会怪你的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傻孩子 又不是你的错 你道什么歉呢 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们都没有怪你 嗯 能不能告诉我们 今天那个人 为什么要杀你 是不是因为你爸爸 在车子冲下去的时候 爸爸 对我喊了一句 我 雅妹 这个 见到日本人以后 你得 交给他们 如果说 见到中国人 就把他藏起来 要保住生命 一定要 活下去 我爸爸是 杨长岭秘密军需库负责人 切川一郎 你 你拿这个干什么呀 这多危险呢 我想 被你们 抓到 就和你们 同归于晋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你这么小就知道 跟我们同归于晋啊 哎呀 不许吓不吓孩子 不会了 姐姐 你是我姐姐 我们日本人 想杀我 可你们 却保护了我 我会永远 记住你们的救命之恩 啊 死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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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长岭 团长 从地图的位置上看 这个就应该是杨长岭